欺負我的女孩或許的確是無法面對自己的事情也說不定 因為是兒時玩伴,我稍微知道她的家庭問題 只要一想起以前一起玩那個時候的事,我就沒辦法對她說住手 我覺得只要我好好忍耐就好了 就算如此,我也覺得你沒必要忍受痛苦的事啊 如果很痛苦的話,或許可以跟周圍的人商量 總覺得,抱歉,被我這毫不相關的人說這些,再怎麼說也是風涼話吧 沒有這回事,只是願意聽我說這件事讓我稍微感到放鬆了,謝謝你 哇,大衛,看不出來嘞,哇 大衛還是個把妹高手啊 謝謝你請我吃蛋糕 非常好吃,而且能聽我說話我很開心 因為沒有跟什麼人像這樣聊過 那麼,再見了 蘇菲 哇,就住在這附近 如果還能見面的話,你願意說來給我聽聽嗎 雖然我說不出負責任的話 不過,如果只是聽聽的話,還是做得到啦 哈哈,負責任 你到底對他做什麼,為什麼你要負責啊 呵呵呵呵 你到底對他做什麼啦 為什麼要對他負責,你不是只想吃蛋糕嗎 呵呵呵,你知道你要對他負責什麼 真的可以嗎 啊,當然 有什麼煩惱的話,就來這家店吧 如果到時候有遇見你,我們再好好聊一聊 大衛 大衛,你到底對他做了什麼 好幾次聽你講話,你還是跟往常一樣很勞累的樣子 尤其是最近 我不管怎樣都很擔心 從我們最初遇見之後,並沒有什麼改變唷 改變了只有討厭的事吧 像是我的失眠,還有情緒焦躁都沒變 不要再聊這個話題了吧,大衛 我的事怎樣都好,即使是我,多少也能忍住了 這事實上因為辛苦的事而感到煩惱的人有很多 要是只有我一個人說謝忌話,哭哭啼啼的我才不要 討厭的事,經過一段時間的話肯定能忘記 比起那個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狀況 現在完全沒遇到還醒著的人 也完全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 好等一下,我就喝個水,我剛剛叫太... 那個前面玩太大聲,笑太大聲 我現在吼好痛 你好像...前面叫太大聲了 好會知魅的方法,該筆記一下 我剛剛已經在默默寫下我的筆記 沒有啦 你有看到你父親了嗎 欸? 你父親常常在公司流速了吧 這樣的話我在想,或許你會遇到他也不一定 他有在家嗎? 他不在家 還有我留子條說他會暫時住在公司 所以人肯定是在公司 去找你父親吧 你很擔心你父親的安危吧 但是我瑞跟他,我也很擔心安 那麼,我去尋找那兩個人 你父親的公司是JPGOLDEN 確實對吧 如果發現他們兩人 我也會過去那邊找你 如果你那邊提早結束的話 就過來噴水廣場好嗎 謝謝你大衛 大衛 就這麼做吧 大衛 嗯?什麼? 大衛你有想去找的人嗎? 對你非常重要 現在就想馬上見到的人嗎? 沒有喔 我只要你平安五十九 我只要你平安五十九 哇塞 大衛 我怎麼帶導遊看不出來呢 哇 呵呵呵呵 這個大衛肯定是個高手啊 欸 那待會兒見啊 小心一點啊 哇塞 那大衛鐵定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高手高手高高手 哈哈 他鐵定 嘖嘖嘖嘖 哇 看不出來欸 一直以為他感覺就是比較 木讷的一個人 沒想到去來 嘖嘖嘖嘖 嗚 嗚 佩服佩服 欸他爸的公司在這裡嗎 對 嗚 嗚 是誰啊 本月牢獄榜 查克 菲勒 成功提供給公司 Street State 行航結構型債券 奇怪的眼睛 那麼會工作 但打扮一團糟可不行了 呵呵 你管別人 讀卡機 不過出事直接就打不開門 可是我沒有那種東西 人賽 主要是怎麼可以前提到帥 呵呵呵 知道 嗯等一下 欸 欸那個人 那個人是不是公司那一個 那個 Enter the number HMS HMS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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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HMS啊 那個什麼 好 十階 诶 十分秒啊 hour 那个 minute 然后second嘛 所以他现在不是都停在12点了 我就干脆随便给他输入12看看 但这个人好像是 他是公司那个查克什么的 菲勒是不是 勒菲 忘了 反正菲利牛排啦 随便啦 所以他在这边 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而且我这个就被我掰中了 是怎样 妖兽 太不懂 沒有 因为他说HMS 我想说 嗯 那他有六个数字 他说 不会是要那个小时吧 然后现在停在12点就 先12点再输入下去看看这个说啦 然后就 中了 我也觉得蛮瞎的啦 不是我要讲 诶 有没有你看 他这个 我以为会有那个 讯号 就好像没有 所以现在就直接进去就对了 巴拉 他刚瞬间移动进去了 警卫士 文件 为了公司安全 10点以后整栋大楼将自动上锁 无法从外面进来 10点以后留下的人 请事先申请 指定解除门锁的时间 那什么啊 大部分的门 部门都锁住了 爸爸在的资产管理部好像开着 其他开着只剩会议室了 嗯 虽然不知道谁除门锁方 故随进去能进去的部门吧 我连 我连看都看不懂啊 其实 资产管理这里 哦 他爸不在 贴着关工作内容的公告 大部分的专业书也看不太明白 所以这是他爸爸的那个 办公室 可是现在人不在啊 然后有他的照片 诶 这是 这是苏菲小时候的吗 爸爸真是的 还用那么久的照片 这不是我念幼稚人的时候吗 爸爸 爸爸 那个啊 苏菲今天的幼稚人有画画哦 我画了爸爸跟苏菲想看吗 是吗 好想看啊 可是对不起 爸爸有点累了 我明天再看好吗 嗯 没关系 还有啊 苏菲今天跟瑞哥他们一起去找 卓伯卡布拉勒 吸血怪物 没听过 但是没找到卓伯卡布拉 跟老师说了 他说卓伯卡布拉只有在南方 真可惜 所以苏菲想去南方找卓伯卡布拉 爸爸也会一起去吧 可以吗 抱歉啦 抱歉啦 蘇菲 爸爸工作真的很忙 我们暂时不能去旅行 不要 蘇菲明天就想去 爸爸也一起去嘛 一起去抓卓伯卡布拉 他说开的门很少啊 呵呵 可是他总 他说只有两个地方开的啊 他上面有三个红点 知道了 蘇菲 那我们周末一起去找吧 在哪里可以忍耐吗 太棒了 蘇菲好开心 爸爸 你喝果汁了吗 蘇菲也想喝 不不 我没喝果汁哦 骗人 因为挂在你嘴边有番茄汁 唉 Holy crap man 他老爸过劳哦 所以我一开始就反对啊 一边处理那样繁忙工作 一边自己一个人带小孩 哥哥也很顽固真是的 就算不想和大嫂遺留下来的孩子分开 自己却因为过劳倒下不就没意义了吗 别信我 没差哦 现在去 果然现在去送去托儿所也还不迟 说得没错 家里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不能再照顾他了 托儿所的事 你再试着劝劝大舅子吧 姑姑 蘇菲 原来你在那里啊 爸爸怎么了 是他的肚子在痛吗 听我说 蘇菲 蘇菲的爸爸工作有点过头了 所以才肚子痛哦 爸爸会死掉吗 会跟妈妈一样死掉吗 怎么会 如果蘇菲当个乖孩子的话 爸爸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真的吗 嗯 当然 可以吗 蘇菲 当个乖孩子不要让爸爸烦恼了 灌老板谋杀事件不怕屁啊 又来 所以这一切都是那个 蘇菲的阴谋 蘇菲其实为了继承遗产 然后故意设计他爸爸这样 任性话要把我趕快老太肚子痛 蘇菲绝对不会再说任性的话了 也不会说睡觉之前想吃冰淇淋了 花椰菜肝脏还有洋葱都会好好吃掉 花椰菜跟洋葱吃我是觉得OK啦 可是吃肝脏啊 不要吧 即使爸爸不在我也不会哭 晚上我也会学着一个人睡觉 所以 要快一点好起来喔 爸爸 不要紧吧 比你赶快找他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会议室 应该是三楼的啦 啊 啊我知道 他有 他会不会 他会 就跟那个谁 咬咬讲的一样就是 就是 有亮的才是那个 红灯的是开启 所以代表他有散开 因为还有一个是警卫室 哼果然说是在最里面的房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同学们都在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房间 走吧 会议之三 幫他大喊 爸爸 怎么了 不要啦 蘇菲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喂快点喔 大家最后很危险 那家伙来啦 欸 你在说什么 到底发生 哦 啊 欸 这个帅 这是 是 快逃 爸爸 你没洗逃快点 喝 炸 你拿不到我 拿不到我 哈哈哈哈 屁啦 他会飞 他会飞 他可以越过那火焰啊 欸 欸 没有这样的啊 犯规 靠 欸 欸 欸 不要这样 大哥不要 不是我亲近 我亲近不要长那么丑 不是 啊 不要过来 啊 啊 啊 快跑 啊 喂 快逃 快离个故事 欸 蘇菲还穿色衣 不要在意色衣啊 不要爸爸 哦 哦 一个神奇的大吼 就把吼出来 好痛 夢 这绝对是梦 我绝对是做噩梦的 其实那是性感薄杀水溝咯 哈哈 看不出来啊 完全看不出来 那个 有薄杀这种东西啊 哈哈哈哈 嗯 因为无法解 解释 嘿 怪异的军队 还有会喷火的龙 哈哈 要是梦的话 就快点让我醒来 如果要做这样的梦 我宁愿不睡 醒不来的话 至少救我 拜托 谁在救救我 大卫 救救我